我們的疫情卻是大爆發 全台進入三級警戒 本土的病例昨天是新增了267例 疫情持續向我們南部的縣市擴散開來 台南就是破零了 首度出現兩例的確診 由於全台過半數的縣市都有確診者 指揮官陳時中昨天是正式宣布 全國的防疫警戒 即日起提升到第三級 標準就是和雙北一致 實施到5月28號為止 指揮中心也從今天起 每天上午都會舉行 全國的防疫會議 本土疫情風暴持續籠罩台灣 19號確診數同樣破200例 甚至比前一天還要多 新增本土267例 包含127名男性 140名女性 境外個案增加8例 有萬華區的活動使得有87例 台北茶藝館的接觸使得有73例 那萬華葡萄酒商的有28例 267例本土個案中 新北市129例最多 其中中和區有26例 台北市新增70人確診 萬華區就有31例 昭華縣28例 桃園市16例都達到兩位數 其餘縣市也有確診個案 來看看全台分布圖 今年除了嘉義縣 花東地區 屏東縣還有里島 尚未出現本土確診 本島過半數縣市都有疫情 因此指揮中心宣布 全國升到第三級到5月28號 全台各地外出時全程戴口罩違規開罰 會比較多 那所以不希望把這樣 其實沒有什麼傳染力的病人 還持續流失在醫院裡面 本土疫情持續攀升 指揮中心宣布升到三級 全台從現在到5月28號 都得封盡神經 這條視訊要向於SNG台北採訪報導